我的第一号车比那个工地上的汽车那个吊机倒地砸坏了 那身上严重啊 当时你停在哪个位置 停在那个工地外面外面围墙旁边 王师傅说的工地就在绍兴尚语道区中学附近 王师傅介绍当时自己把车子停在工地的这堵围墙外面 至今围墙上还有一个口子 王师傅当时拍的照片显示 吊机侧翻 吊机上的钩子已经把他的车子后驾驶室压扁了 王师傅说这辆吉利地豪是今年2月份买的 花了8万多 目前车子修理费要6万多 但这笔钱谁来出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师傅我有保险公司了 那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你 我跟你讲保险公司是你保险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啊 我这个车这么多都这么长时间了 是不是 不是 已经两个月了 可是爸我是188黄金的机车 嗯 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 你的吊车当时怎么个情况 你朝保险公司好不好 喂 那保险公司怎么说 他怪你了 之后再打过去 对方就不接电话了 王师傅介绍 他的车子买的是中国人寿的车弦 吊机司机买的也是中国人寿的车弦 他当场联系了保险公司理赔员 电业赤台 对 他这个事情我知道 他是啥 就是说他那个 因为他的保单里面 有个约定 就是说 您的地基呈现对这个三者造成三者损失 保单约定里面 就可能赔不赔不赔 你是那个中国人士的保险业务员是吧 听到李赔员这样说 王师傅更担心了 记者陪王师傅赶到项目部 项目部外面写着浙江洪副建设 王师傅去敲了敲 项目部张经理的门没人开 现场打电话过去 双方用方言说了几句 记者听不大懂 就接过了王师傅的手机 张经理一听到是记者 就把电话挂了 王师傅再打过去 对方就不接了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 对方也不接 王师傅表示 实在不行的话 接下来就只有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了 188黄剑记者报道